各式各样的热气球缓缓升空 把天空点缀得五彩缤纷 这是每年夏天台东最夯的热气球嘉年华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县府决定不邀请国外团队参加 要把部分预算投入振兴 并斥资共4200万元 招待约24000位县民 在台东自家境内一日游 借此促进经济 这个钱将会完全的使用在台东的相关产品 伴手礼也好 餐厅也好 企业也好 景点也好 小型的小吃店也好 所有的钱都会留在台东 台东县招标系统清楚写下 旅游团活动分成南回 东海岸中古台东市级离岛 共4个路线 各编列900万预算 共3600万经费 另外还编列600万用来买伴手礼 让民众有吃有玩还有拿 预计举办600个团次 7月19号正式招标 做成旅游的话当然是好 因为可以促进到各个地方的经济 所以经济一定也是会有一些起飞 我就在这边土生土长那么久 你叫我跑去 金峰的会跑去想要去打人吗 金峰的想去大午吗 你即使开放了 你叫我出门我也是很怕 我是觉得直接拿来当 部落的一个防疫措施 加强部落的防疫措施 会比较妥善的一个方法 民众看法两级 有人认为现阶段应该以防疫为重 另外考量公平性 也有人提出普发现金的想法 对此的县府回应 台东涉及人口约21万人 若发成现金 每人只能拿200元 透过在地为旅游 估计还能创下约2亿元商机 对基层经济振兴会更有效果 也是新闻 台东清风 台东市采访报道